盘点那些我们曾为他发生的狗狗 第一个 金猫C瑞 主人准备带C瑞回老家过年 因为C瑞的腿刚做过手术 为了能让他舒服点 选择了飞机托运 可是托运公司为了省钱 选择了用卡车将C瑞托运回去 可是卡车里边又门又热 不到几个小时 C瑞也没能挺过去 最后托运公司选择用6000块钱聊事 他们把C瑞弄去大巴扯的车厢里面 就是我们人坐的那个 大巴扯的车厢里面热死的 我之前觉得可能是宠物专车 他至少没有那么痛苦 我没有想要是大巴扯 我真的想不到会是大巴扯 第二个 才选初期 因为太淘气 出去玩的时候和主人走散 结果飞人拖走了 等主人找到初期的时候 初期就只剩下半个了 没听错 就是只剩下半个了 主人是通过宠物芯片 才确定了 他就是初期 初期被卖了230 变成了一袋狗肉 第三个 拉不拉多 因为趁着主人不在家 偷偷出门玩 结果被邻居复复 然后 房卡老师发了 装进了编制档 最后 我们想知道 早期比 有其他人的 有点 我们的电影 找到 第一个最后 我们知道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 编制狗啊 同志 来了 来了 对 来了 他睡醒 我看在死 我看他死了 那我看你 那我看你 我看他看了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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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